来看到的是基隆市长谢国良的罢免案 第二阶段突破了门槛 7月5号就要送件 那么谢国良昨天要大家放心 自己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 不过现在蓝营就质疑 当初大日跟市府签五年约 转头跟Net签十年约 那市府还让Net增建2到4楼 没有登记产权 如今谢国良要保护市民的财产 可是却被发动搞罢免 难道是民进党背后有什么不能说的猫腻吗 基隆东岸商场案引爆基隆市长谢国良罢免案 第二阶段5月11号开始联署 已经搜集了36000份超过门槛 7月5号就要送件 请大家放心 我们一直都有在做准备 还是要把我们的市政工作做好 蓝营点出两大均议 2016年1月基隆市府跟大日公司签约 只限地上一楼跟和平广场顶楼年限5年 但同年1月底大日公司却转头 马上跟Net签了长达10年的约 更夸张的是Net还增建了2到4楼 但当时林佑昌担任基隆市长 市府竟然没有登记产权 难道就这样让市产变私产了吗 林佑昌时代没登记产权 现在跑去当民进党秘书长 令人还加入一起搞罢免 民罪质疑谢国良是因为拿回市场 揭开官商勾结 得罪民进党被报复 还是因为当初林佑昌派出的人马 选输不服才趁机搞报复呢 那你到底为了什么不把他登记过来 你给了谢国良4年 他才要去查那8年的狗屁倒灶的一些 官商勾结跟贪污的案 他现在已经查到了 你怕了就要把他罢免掉 我们一定举例对抗的 不要再跟我讲说 是什么公民团体了 就是民进党的侧异 就是民进党在后面发动的 哪里有每次选完 就输不起 台湾每一天都在选 永无宁日 谢国良保护市民财产 如今反倒引来罢免之祸 难道这背后藏着什么 是民进党怕被人看透 记者杨洁曹天涵采访报道 好这个罢免案呢 这个第二阶段连述 是已经跨过了门槛 那接下来就会送到 基隆选委会来审查 以及中央选委会进行复查 精神科名医沈正南就说 如果罢免谢国良失败 那么总赖清德也知道 这对他2028连任来说 是一个不好的兆头 神圣南就喊话民众党 接下来2026跟2028 除了蓝白河之外 已经没有更好的路 可以走了 其实呢 原本是由公民团体 发起的罢免案 那到底为什么会是 由民进党来接手呢 台北市议员侯涵廷就说 因为如果没有动员党员 第二阶段连述恐怕就会卡关 可见得地方民意 是不一定支持罢免的 而且呢 罢免最主要的理由 基隆东岸商场诉讼当中 法院判决大日公司败诉 那谢国良成功来维护了 金融市的财产 为什么还会遭到罢免呢 侯涵廷说探究到最后 罢免谢国良的理由 恐怕是在选战当中 打败了民进党的蔡时英 为什么民进党后面要直接接手呢 很明显的就是因为冲刺的时候 遇到难关跟卡关了 因为交给公民团体 罢免的能量吹不出来 第二阶段可能根本没办法 可能根本没有办法通过 你如果民进党没有来积极动员的话 根本行不通 那就表示了在地的罢免正当性 本来就非常的薄弱跟脆弱 所以民进党一接手 就能够突破第二阶段 表示什么呢 表示第一个在地 当然就没有很重视这个 第二个呢 就你动员下去的结果 也就是突破到所谓的四万份 如此而已 就如果你都没有动员的话 那基本上就是死 所以如果我们强调 就政党的动员拉到满 或者他再努力一下 那也是非常困难 突破所谓罢免门槛的 那么第二个 目前的基隆市政府 罢免的最主要核心理由 已经不存在了 因为最早就是依据 他的这个东岸商场的开发 对吧 大日然后跟NET 之间的一些纷争 那法院已经判决 基隆市政府胜诉了 基隆市政府都赢了 而且是站在保护市政府的财产的立场 保护市府产权的立场 理论上是基隆人民的胜利 那民进党到底在烦什么鬼呢 对等于是把这个 帮市民把市产要回来了 是不是 这个站不住脚 先前是讲说 你看因为他有这个纷争 你看他这个 这个有问题啊 结果法院认证一点问题都没有 所以罢免的核心理由 当然就已经完全不存在 我认为这个罢免 当然是非常的困难 第一个当地本来就是蓝大于绿 那第二个呢 谢国良本身他的仇恨值 也没有很高 过去来他有外遇吗 他有上摩帖吗 他有自拍吗 他有当房客吗 都没有啊 不好意思 这个是前面讲的 这些都不能够叫做仇恨值很高 在民进党看来 这些仇恨值都不高 在民进党看来仇恨值最高的是什么呢 就为你打败才适应了 对吧 就为你打败民进党 这个仇恨值最高 那民进党显然罢免的核心理由 你看我们一层一层扒开之后 你就发现他也没有什么仇恨值的言行啊 然后他也没有这个什么 这个法院的问题啊 他的核心理由就是输不起 那输不起之后呢 那就开始搞这些有的没的 所以你就知道 他罢免正当性非常的不足够 那我认为呢 就谢国良市长就继续保持的 他要推行市政 因为如果全盘的 不是说这种所谓的应战 或对干 这个也不是说不好 而是说 你就会被分散 无暇处理市政 就如果你半年的时间 都完全的跟他好 那你这半年的市政推行 相对就会减少 那如果罢免没成功 那么你二零二六年能够说口的政绩 当然也就少了 至于公民团体 山海公民拆粮行动发起的罢免 基隆市长谢国良案 那么这个团体回应说 目前第二阶段联署书的分数 是已经达标了 为此谢国良跟市府团队 昨天下午呢 就到了国民党中央来商讨对策 智库的副指寅长林涛就说 党会形成守护基隆小组 要正面来迎接民进党的恶意攻击 其中一项呢 就是要针对基隆市议会议长 佟子伟进行罢免 好我们用整个天气状况来比喻的话 就是公民团体推动了罢免案升温 像是热气流不断的上升 那现在连数冲高 就好像是云层越积越厚 这个暴雨恐怕是难以避免的 而这一波强降雨 不只考验基隆市长谢国良 是不是任性成事 民进党籍的基隆市议长佟子伟 布局下一届市长选战 也将要思考提前上阵的利弊 好看到呢 这个民进党发起了罢免谢国良 那么紧接着国会改革视线对抗 前立委郭正亮就说 赖清德从520上任以后 要抓中共同路人 斥责投降主义 到宣布这个往大陆旅游 发布了橙色警示 通通都是在斗争 没有一个好消息 难怪这都是持续的下滑 如果赖清德要持续当斗鸡的话 那所有的不满都会投射到你身上 发动罢免谢国良 然后接下来 事件还没有出来之前 要不要配合国会改革的法案走 都是斗争 还有那个柯文哲可能会被起诉 哇 你这个总统从520之后 从两岸斗争 到要抓中共同路人 抓假黄埔 加投降主义 通通都在斗争 然后现在又要宣布去大陆很危险 橙色灯号 会不会查手机 橙色警戒 所以没有一个好消息 所以你说这样的情况下 民调会逆转 我难以想象 我只能够想象一路下滑 所以我记得吴子佳也在那边警告 说30%就是一个 一个总统的一个死亡线 你还要阿弥陀佛夏天不要跳电 就基本上 赖清德从上任到现在 我真的不知道他要做什么 像昨天就传出一个新闻 说不排除军演的时候 苗栗的宫廟要放弹药 怎么你上来之后 好像都是在备战 备战是最明显的议题 然后沈柏阳这种抓中共同路人 也是很明显的议题 然后两岸一副要对干 交流减少也是很明显的议题 到底你那个正面议题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会随着 因为你现在才一个多月了 所以人家还在期待你 还对你有点容忍 可是到了三个月 大家就会越来越没有耐性了 其实美国人在讲 百日蜜月期是有原因的 所有的不满就开始投射到你身上 包括电费调整 可能没有抱怨 到时候通通都来了 这政治有时候真的是这样 就是我们政治事实上有一种叫做 叫做这个塔西陀心态 就是当大家开始对你不满的时候 你做了什么事情 大家都坏的方面想 另外许巧新 在零传媒的民调当中 被列为本身爱诈骗的第二名 好 那他回应说 无辜受到了大姑诈骗案的牵连 是无望之灾 但是进了厨房就别怕热 那同时他质疑了这份民调 是采取开放式的问答 再由零传媒来归类 最后却得到本身爱诈骗的类别 时事评论员谢寒冰就批评 这就是一份仇恨式的民调 这种无望之灾那难免会有 那我觉得进了厨房就不要怕热 无望之灾四个字 倒进满肚子无奈 许巧新被零传媒民调列为 本身爱诈骗的第二名 民调分析可能跟 许巧新的大姑设诈 连带他也挨告诈欺贪污等 最嫌有关 选在此刻蛮刻意的 去做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让这个可能绿营的支持者 尤其是极端者 来做这样子的填写 所以你可以看到 只要是民进党不喜欢的人 都会被列在那个清单上面 林传媒也指出 这份民调透过开放作答 让民众描述哪一位政治人物 具备应对能力 并且询问理由 再把意见归类 想不到归类后居然出现 本身爱诈骗的选项 我就不懂这个意识形态 就是超级明显 就是因为他非常讨厌人 然后想要做这种仇恨式的民调 那为什么不做 赖清德 蔡英文 卓榮泰 本身就爱诈骗了 所以我觉得这是很荒唐的 但是做这种民调 其实只会让这个媒体自己 本身完全没有任何公信力可言 重点是前述发部长 唐凤还被列在 打诈时机的第一名 网友傻爆眼说 点面线算打诈吗 看到打诈有唐凤直接end 还有人酸连民调都是诈欺民调 回过头来 本身最爱诈骗的人 应该是谁呢 最爱骗的人 当然是赖清德 因为赖清德选前的时候 告诉我们说 要来立法院做国情咨文报告 但现在他又突然不来了 在新政府任内第一位 公开向全民说谎的人 就是我们的赖清德赖总统 现在其实整个民进党 就跟诈骗集团一样 身为一个执政党 完全不愿意把事实真相 公开给社会大众 去灭想要保障官员说谎的权利 民党就是个诈骗集团 搞诈骗的人通通没上榜 更让民调的真实性被大大打上问号 接着让中文成佑台北报道 国民党这礼拜要举行选霸法修正案的公听会 那时评人谢寒斌就指出 在这个时机点来推动修改选霸法 容易会让人联想到 是不是怕被罢免呢 那他认为国民党要气魄表示 我们不怕罢免 说不定最后是民进党被罢免更多人 国民党在这时候提这个 其实实际上不太对 我个人是这样认为 因为现在是大家刚开始 对立法院开始有期待 觉得一些国际民生相关的法案 应该要尽速通过 还有过去这八年来 很多悬荡已久的东西 应该要尽速把它通过的时候 这个时候国民党提这个法案 很容易让人家联想到 他是不是要自肥 还是他是不是怕被罢免 所以才要提出这个东西 我是觉得 不是说这个罢免的门槛不宜调整 我倒不这样认为 我觉得他是可以讨论 但是现在这个时机上 恐怕不是一个最好的时机 那至于其实你也可以看 包括吴秉锐提出来的版本 也都认为现在你这种 只要签名就可以连锁的方式 其实是有很大的问题 因为你没有办法去核实 这个人的身份 对啊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我觉得至少在这一点上 三党是有共识的 国民党基本上 不要让人家觉得说 好像哇这个罢免风潮一起的话 国民党很多人就岌岌可危 不要让人家产生这样的联想 其实你反而应该倒过来 就是我们根本不怕你罢免 反而是你要罢免是罢免大家一起来啊 你以为只有我会被罢免 你一样会被罢免 搞不好你被罢免没有更多了 你赖清德想要说 藉由罢免来扭转 你在国会里头的颓势 搞不好罢免完之后 你输了更多 你让你彻底没机会 你不要被罢免到最后连民众党都不需要 国民党自己一党就直接过半 看你有种就要来玩 国民党也要有这种气魄 不要让人家觉得说 你提在这个节骨眼去提 好像是担心明年会有连锁反应的罢免效应 我觉得这样是不好 这个东西没有那么紧急 我个人是觉得 可以放到后面再来提 那其他的法案先通过 我觉得比较重要 绿营早年是靠着盘踞 PTT八卦版带网络风向 但是呢最近呢 在网络上面却有这种反绿的风潮 绿网军呢是敢以打压PTT的声量作为药物 而最近有疯传一份 两万三千九百九十二个蓝白粉账号的黑名单 好说呢这个 看不顺眼的蓝白粉都拉黑了 还有人说这名单是沈博洋也认证的 那么这个名单就在网络上面疯传 很多乡民就赶快来对照 确认自己的ID有没有上榜 乡民就说会见黑名单的是哪种人呢 只会在同温层取暖 这些绿脑每个都很爱呛黑名单 它们是什么社会地位吗 会痛吗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这场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